第3 最近大火的YouTuber 翻顧男孩 主力成人之一 酷炫 除了是演員 還包辦導演 拍攝膠本間接 根本是爆肝男孩 爸爸給我第一台相機 我就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拍片 我是工作狂 工作像翹翹板 你累積的越多 機械的地方越高越大 那你最強成績多久沒帥 就快兩天吧 然後不小心跳出一個色情網 你也又撿了一彎這樣 家裡說很像旅館 我就只是回去而已 而且甚至我覺得 我跟我妹超不熟的 工作 你沒有家人 我好像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家人永遠都在 我是酷炫 我是娜姐爸 我是娜姐爸 不過酷炫拉鏡 和爸媽距離的方法 是邀請爸媽加入排庭行列 我說你想想看 你沒有賺到退休金 你為什麼不趁網紅撈一波 他們就說 好 沒有啦 我當然是希望 爸媽可以透過影片 跟我的距離更近 因為我某個層面是冷血洞 可是我沒有辦法用雙眼 去對看家人的眼神 我害怕面對真實感情的流露 所以透過工作 讓我們的關係就變更好 他們平常私底下互動就很有趣 媽媽愛媽爸爸 來 你再講什麼 後面我會拉下 好 很多廠商真的是 今天要你拍 然後明天要你給 然後當你影片剪好以後 他要說改期限一個月 那請問 你在耍我嗎 然後再來就是 面對社群軟體 一直不斷的更新 這件事情很煩 請問FB 現在沒有人看了 那 徐新文這麼棒的影片 誰看得到 這不錯 是不是 我想要成為 很厲害的導演 然後 在目前又可以 上節目通告 我非常喜歡演藝水 很多朋友也說他很想要怎麼紅 我回答不出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還沒紅 我們也還在夢想的道路上 就是像憲哥講的 你戰久了就是你的 這個問題 cos這樣 他選人的 起來 所以 他們